日前喜剧综艺《欢乐步行街》爆笑开播 据悉,《欢乐步行街》的故事发生在一条百年老街上 极客怀揣梦想出下海的年轻人在此相遇 崔之家饰演的咖啡店老板是一枚文艺怪咖 最新艺术不理失足 霓虹节作为深夜食堂的老板娘 有故事有酒且爆的一首《不吉他》 步行街上的已票青年性格迥异但都身怀绝技 不同人物的碰撞产生于系列化学反应 奇效打到间坑出不穷的仙诈宝库成为该剧最大亮点之一 《欢乐步行街》区别于寻常写剧的单纯找乐 并和当下使之热点二次创作 主题分明笑泪走心 在豆皮欢笑的故事背后 隐藏着护卫人心的温暖和力量